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说的传记是弥勒菩萨 在传承上师请文当中 提到无比导师是尊仁天师 贤胜补促尊主阿异多 阿异多就是弥勒菩萨 又称为不拜尊 也称为慈世 在说博世界在慈解的时候 当时有位转轮圣王 他叫福王转轮圣王 福王转轮圣王 他有一个国师 一个婆罗门 叫海臣婆罗门 海臣婆罗门 他后来有一个儿子诞生 长得非常非常的庄严 三十二项八十学型号 名字叫海藏 这个海藏婆罗门 慢慢长大之后 升起了一个很强的出力心 之后出家修行 也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法号叫宝藏如来 当时的海臣婆罗门 他劝国王 以及他的一些学生 应该要好好的在 这个宝藏如来面前呢 认真的发愿 认真的学习 那么福王转轮圣王呢 于是乎来到了这个 宝藏如来前呢 发了一个殊胜的愿 希望他认真的修行之后 将来他的净土 是非常的庄严 八宫得水 七重兰巡等等的 那就是后来所承办的极乐世界 而海藏婆罗门呢 他有一千个弟子门 那这一千个弟子门呢 个别都在发愿 从第一尊 修了孙佛 一直到最后一尊 但是中间呢 有两个时期 一个在真世 人寿百岁的时候 以及呢 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 这两个时期呢 都没有人发愿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呢 那时候人的个性啊 非常的刚强难调 那么也 世间呢 也是非常的围脆 无常迅速等等 所以呢 很多的这些菩萨们呢 也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 那么海藏婆罗门呢 就发愿要到了 索伯世界 人寿百岁的时候 来度化我们 这也就是呢 后来的释迦牟尼佛 而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呢 为什么也没人发愿 去那个地方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人长得非常的庄严 高大 受用呢 也非常的美好 因为呢 太美好的缘故啊 所以也很难度化 我们所谓的富贵学道难 我想一般人都可以体会到啊 因为我常常被问这种问题 法师我觉得过得蛮好的啊 我干嘛要学佛呢 所以呢 他们也都觉得说 在这个时期的人呢 很难度化 那么当时呢 这个海藏的这个弟子啊 叫吴构光 他想到说 虽然他们受用非常的美好 但实际上面呢 这也只是短暂而已 还在轮回当中 如同圣天菩萨所说的 智者未善去等同纳罗家 不畏三游者此中骗皆无 所以一个智者啊 他害怕这个善去 就像害怕地狱是一般的 为什么 这只是时间的差别而已 眼前好像过得很好 但是呢 一袭不来 智女又回到了三恶道 所以呢 他们看到是更长远的生命 同样的 这个吴构光呢 他也看到这一点 虽然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呢 大家过得非常好 但是还是在轮回当中 轮回的圣事呢 并不是真正究竟的圆满的 于是乎呢 他就发愿 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呢 那时候降世来度化有情 那这个也就是呢 第五尊佛 弥勒菩萨 这个吴构光呢 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前身 当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 认真的修行 当时的这个海城婆罗门呢 他也认真的修行 后来呢 证得了无声法人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弥勒菩萨的前身 他就医治了 这个 释迦牟尼佛 那么以他为他的上师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 弥勒菩萨的像啊 都看到头上 有一个宝塔 那个宝塔呢 就是纪念了 他的导师 释迦牟尼佛 那么他就随着他 不断地在修行 不断地修行 后来呢 他呢 投身呢 成了一个比丘 叫监贵比丘 那这个监贵比丘呢 他呢 发了一个很殊胜的愿 他一定要度完 一百个人 受五戒 他才吃饭 有时候呢 一天内啊 已经度完了一百个 他就会吃饭 有些呢 好几天啊 没有度到一百个人 受五戒 他就没吃饭 他对他的愿望呢 都是很认真去实践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啊 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呢 能够驱入五戒 那五戒是人天的阶梯啊 有了五戒之后呢 进一步呢 才能够再往上跨 往上跨 最后得到 究竟的 无上菩提的果位 也因为他这样的一种 殊胜的发愿 以及修行的缘故呢 所以呢 他所到之处 那个地方 不管是踩到地啊 看到人 听到声音啊 都能够生起那种慈悲心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所以如来授记他呢 未来的法号就叫慈世 菩萨 或我们叫弥勒菩萨 一个音译的 一个是意义的意思 那么这也是后来 为什么我们叫 弥勒佛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当监窥比丘的时候呢 在行菩萨道 发起了殊胜的愿 那么他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就在行菩萨道 一直呢 都是以修慈悲心为主 在佛陀 非常糟糟糕的时期 这时候呢 弥勒菩萨呢 就化现成一个比丘 身相非常庄严 他长得有一肘长啊 一肘长我们大概 二十四个指幅 二十四个指幅的话 有一个指幅两公分的话呢 大概是四十八公分左右 我们现在看四十八公分很矮哦 可是你要知道当时更矮 所以他当时已经看得 像个巨人一样呢 那大宗看到他 哇 长得这么高大 而且呢这么的庄严 这位生抱以这个羡慕的眼光啊 就说为什么你长得这么高大 这么的庄严呢 他说因为我就是修习忍辱 修习忍辱 所以呢我才能够长相 这么庄严这么的高大 那大家看到他这个外相 就已经被吸引了 再告诉他方法 就是修习忍辱 所以渐渐呢 大家也开始修习忍辱 之后呢 又修习忍辱的这个善业的缘故啊 从十岁 十一岁 十二岁 这样慢慢增 增到二十三十的时候呢 慢慢慢慢就越来越高大 那么整个大环境啊 也就越来越好 那么到最后呢 到人寿啊 到八万岁的时候 那时候南占部州的国王 叫白罗王 白罗王呢 有一个国师 名字叫梵总 那他太太呢 叫梵母 我们也叫梵行女 也是可以的 那么 弥勒布萨呢 在都帅天呢 他观察到 时机 现在呢 是人寿八万岁 就是他 所要度化的 这个众生呢 就在这个时期 之后呢 他在观察 那个处所呢 就在南占部州 我们讲说博世界 种姓呢 种姓就觉得说 嗯 婆罗门总 在这个时代啊 是最为尊贵的 但我投身成为这个 婆罗门总姓的话呢 众生一开始就对我有信心 我在对他们说法的话呢 就容易接受 还有血统 他的父母的血统 母亲等等的 当他做这样观察之后呢 就来投身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佛菩萨呢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啊 只有一个目的 想要饶育的众生 不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悲心以外呢 也应该 让我们自己呢 心生羡慕 我想说 在做 应该没有一个 先观察好 再投身的吧 如果我们 观察好的话 我们一定要 长得最庄严的样子 那实际上面呢 大概没有人会说 自己长得最庄严嘛 长得最聪明 但没有人会说 自己最聪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 身是不能自主的 但是佛菩萨的投身 都是能够自主的 只要我们经过 不断的修行 也跟他一样 能够自主的去投身 在哪个地方 什么种性 什么相貌 那么 弥勒菩萨观察好之后呢 就来投身 在这个 梵母的肚子里面 当他住胎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天人 在说法 那出胎的时候呢 他长得像一样 三十二相八十垂星号 身金黄色 那么这个 范总呢 非常非常的高兴 之后呢 也给他最好的教育啊 那么 给他最好的享受 等等的 到了 人寿 他长到两万岁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国王啊 造了一个塔 送给了这个国师 范总 也就是弥勒菩萨的父亲啊 那父亲呢 也是一个非常乐善好事的 他就把这个塔 分送给很多很多的人 那么弥勒菩萨看到之后呢 就生起一种无常想 无常想 所有美好的东西啊 到最后呢 也是啊 会这样子灭坏 后来呢 升起了出胎之后呢 就出家修行 在一棵龙木 我们叫龙树啦 名字为龙的这种树木之下呢 就打坐修行 最后呢 也献证了无上正等菩提 当他证得弥勒佛的时候 这时候呢 很多这个王公贵族啊 还有平民百姓呢 在他面前呢 来听法 第一次呢 就度了这个 九亿啊 六千万人 赠的阿罗湾国 那么第二会的时候呢 度了这个九亿啊 四千万人 那么第三会的时候 度了这个九亿呢 两千万人 赠的阿罗湾国 是无量无边的 有的发的菩提心 等等的 在过去 我们在释迦牟尼佛 坐下呢 学习的人 那还没有证果的话呢 也都能够啊 在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呢 也能够证果 所以我们现在 跟着这个 释迦牟尼佛学习 也跟弥勒菩萨 结下一个非常深厚的缘 所以各位 在早晚课诵当中 有一个 圣者资孙祈愿文 他就提到说 如果你能够呢 念诵这个圣者资孙祈愿文 或者是呢 念他的咒语的话呢 命中 必得往生在斗率天 跟着这个 弥勒菩萨学习 那我们现在也是 弥勒菩萨造了这个 此事武论 在广论当中 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个 静庄严论啊 现观庄严论 还有变中变论 变法性论 还有最后的 宝性论 叫此事武论 也是我们想要 从凡夫到成佛呢 必定要学习的 广论提到说呢 整个道色地呢 就是如同 现观庄严论 在阐释 波尔经的内涵 隐溢的道色地 他把这个 波尔经呢 作用成 八种现观 七世事 把里面呢 一般人呢 看不出来 隐微的内涵呢 用现观庄严论 来阐释 让我们知道说 哦 现观庄严论 产世了这种 广大道色的 这个内涵 所以现在呢 要学习 这个道色的话呢 也要在 这个 现观庄严论当中呢 用功 最后呢 能够 震得了道色地 这个内涵 所以希望 未来诸位呢 都有机会 能够学习 此事的武论 也能够达到 像他一样的一个果位 那今天故事呢 就讲到这个地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